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會大廈發表就任總統以來的第二次國情諮詢演講 這也是共和黨入主眾議院後拜登首次發表的國情諮詢 演講內容除了系數執政成績也提起美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當然他也肯定民主共和兩黨的合作推出重要法案 拜登強調了美國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性 同時也發表了他對國際局勢的看法 由於美中兩國競爭越來越激烈 拜登的演講中多次提提中國 外界關注美國如何因應中國威脅及挑戰 聽我六分鐘給你新觀點 今天的國際新聞評論要來談談 拜登自2021年上台後延續川普時期的抗中路線 美國對中國的疑慮越來越深 繼去年之後拜登今年的國情諮詢 再次重申美國尋求對中競爭而不是衝突 面對中國的威脅拜登政府新的對策會是什麼呢 就在拜登發表第二次國情諮詢之前 因為中國間諜氣球闖入美國領空 讓原本有望重啟美中溝通管道的機會 頓然流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不但取消了原定拜訪中國的計畫 白宮下令擊落中國間諜氣球的動作 也惹得中國十分不開心 外界認為美中關係不會有轉緩的機會 雖然拜登認為間諜氣球事件 並不影響美中關係的發展 但是美國仍把中國視為威脅 可以說拜登試圖展現美國抗衡中國的自信心 及底線思維 對拜登來說這場國情諮詢的演講 是第一任期邁入爭取第二任期的重要轉折點 2024年總統大選即將到來 沒有意外的話拜登勢必會爭取連任 那麼如何巧妙地展示讓人民有感的政績 以及迎合選民的期待 這場國情諮詢會是重要的起手勢 換句話說拜登除了要點出 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同時也要證明在他的領導之下 國家如何從復甦邁入更強盛的階段 特別是歷經疫情肆虐 通貨膨脹 能源及糧食短缺的壓力 拜登必須說服才有連任的機會 一年前拜登發表第一次國情諮詢時 民調支持度持續走低 當時許多觀察家都不看好 民主黨在其中選舉的表現 不過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民主黨雖然在其中選舉失敗 但卻沒有外界預想中的差 縱然眾議院拱手讓人 但仍在參議院維持多數 國會分裂的情況 還是有人認為 這對拜登政府將帶來壓力 只是拜登的支持率 卻有回溫的跡象 顯然拜登推出的部分政策 必咒效 未來這一年多 拜登政府將會把重點擺在 國內經濟提振社會大眾的滿意度 拜登的演講中 將美國面臨的經濟問題 連結到中國因素的干擾與破壞 特別是中國竊取技術 以及對就業基礎建設等 所帶來的問題 所以必須採取因應對策 來讓美國重回過去榮景 因此拜登提到 晶片法案對於美國供應鏈 穩定的重要性 同時他也表示 對基礎建設投資法案的重視 認為這有助於美國提升 與中國競爭的能力 拜登政府透過推動法案的途徑 繼續卡中國脖子 一來不讓中國取得 高階晶片生產的能力 其二便是要帶動國內經濟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 拜登接下來的對中政策的方向 是否會有調整 去年11月 在印尼舉辦的集團體峰會 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面對面會談 取得重啟美中溝通管道的共識 讓外界認為 美中關係取得觸敵反彈的機會 旋奇傳出 布林肯安排前往中國訪問 以及美國財務部長葉倫 和中國副總理劉鶴 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 眼看兩國關係有了突破口 然而中國間諜氣球事件 讓對話與合作淪為空話 兩國互動打回原形 由於美中雙方互信不足 不但無法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敵意螺旋不斷攀升的狀態下 更會小題大作 對美國來說 中國已是美國的戰略對手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美國就是中國崛起的最大阻礙 這不僅是兩國在經濟市場上的競爭 以及軍事安全上的對峙 更是在全球事務上競爭大於合作 往往在部分國際議題中更懷鬼胎 例如兩國在俄烏戰爭上 採取不同的立場 以及針對地緣政治的態度 南緣北撤 例如南海自由航行 美中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美國內部不斷有聲音 僅是中國可能對裁採取軍事攻擊 雖然評估的時間點不盡相同 不過都圍繞在2027年解放軍 建軍百年前後 顯然這和習近平要推動 國防現代化的目標有關 從美國近期有意強化 在沖繩及菲律賓的軍力部署 以及果斷擊落闖入領空的 中國間諜氣球來看 美國試圖展現和中國開戰的前提條件 這是台灣可以加以關注的地方 而不是只在意中國可能動武的要件 台灣可以從美中兩國 對於戰爭的各自判斷中 沿逆出維護國家安全的對策 被動不挑釁的原則下 展現出主動又可超之在即的作戰方略